這個頻道的舊觀眾都知道,流馬車和白卡聯盟是鬼異的批評對象 原因是,即使大眾嘗試不理會他們,他們都會不斷地搞事,甚至犯罪 故此,鬼異認為我們應該大力攤擊他們,令更多未認識他們的人知道他們是很有問題 遠離他們,減少其他未認識他們的人受害的機會 所以,今集鬼異要講解和批評的是,白卡聯盟的Kenny試驗偷貓事件和流馬車再需風化 先講白卡聯盟的Kenny,其實這位Kenny之前的集數都有用一兩句介紹過他部分的事跡 但是,因為他是今集的主角之一,所以鬼異會再詳細介紹多次 根據傳媒的報導,這位網紅Kenny Chen,本名是陳家偉,今年25歲 早在2018年的時候,他就在YouTube上出片 主力是一些公屋生活的Vlog,例如唱歌,試吃辣雞麵,試喝維他低糖檸檬茶等等 而在試喝維他低糖檸檬茶的時候,他就裝可愛,用廣東話說出台灣慣常用語 愛你周咪,而開始受歡迎 不過,真正令到Kenny在網絡上被年輕人所認識的是,他一系列和他媽媽吵架的影片或直播 話說,在兩年或三年之前,Kenny媽媽不知去了哪個教會 之後回家就跟Kenny說,很快就會世界末日,叫Kenny跟自己信基督教,入天國,得永生 而Kenny就批評他媽媽信了邪教,說,信耶穌都是賤人 又經常在鏡頭面前唸,南無阿彌陀佛愛你周咪,信佛教好等等故意激怒他媽媽 聽到兒子這樣說後,他媽媽就經常學識他,你閉嘴,不要亂說話 對於媽媽的回應,Kenny有時就會繼續嘲笑,有時就會罵回頭 兩母子這樣的互動令到當時網絡上的年輕人,例如年燈的不少會員都覺得好白卡,好好笑 其後更有網民猜測Kenny在外面打工的人工加上youtube的分成 每個月可以拿到4萬元,賺他為不工作的爸爸媽媽努力賺錢等等 但是很快,不少人就在幾件事上發現Kenny的外人相當有問題 其中一件事就是2022年的時候,有女Cossa在Instagram上貼出2019年的時候被Kenny私信騷擾的證據 當時這個女子就在Story裡面說行山被拔咬,但Kenny就DM她說要咬她的私人部位,又侮辱她是癡性的犬女等等 另一件事就是Kenny在2023年的時候,突然毫無準備養一隻流浪貓 在那年的12月,她突然在直播裡面宣稱養了一隻流浪貓 但直播裡面的種種行為,就令到很多愛貓的人憤怒地批評她 例如她聲稱直播前一天餵過隻貓,但她媽媽就揭穿她 說根本就沒有這樣的事,隻貓整天只是喝過水,被人揭穿了之後 Kenny就發脾氣了,情緒索索一點觀眾 說觀眾沒有課金的話,她怎會有錢買貓糧?只是被人罵多兩罵,她就改口說已經淘寶了貓糧 她又在直播裡面以人類的指甲鉗幫隻貓剪指甲 這個舉動就被網民批評她,說人類的指甲鉗結構是不適合貓貓的 再加上她第一次剪,好易傷到隻貓 那些觀眾當時就叫她不要剪,但她就繼續不聽勸,繼續剪 還有就是她當日沒有安裝貓槍網,但又說半夜會開槍等等等等 幾個月之後,網上就有人說她曾經剪過貓鬍,又說那隻流浪貓已經不見了 懷疑貓貓已經遭遇不測,不過貓鬍和不測這兩點暫時只是傳聞,未見有確實的證據 第三件事就是今年4月,Kenny就在Instagram聲稱自己支持香港發生火警 又去這個火警現場打卡等等,除了以上三件之外 她還加入了這個白卡聯盟 經常和之前幾集提到的罪犯流馬車,破壞皇家區墳墓的光頭博和葉子濤等等 一起玩樂拍片,所以很多人都認為這個人是非常之有問題 眾所周知,9月5日和9月6日香港就打風 有人就在Telegram裡面發現Kenny表示在打風當日救走了一隻流浪貓 不過呢,當網民看真點的時候,就發覺Kenny貼出來的貓紙 是跟碼頭圍到146號北帝廟所放養的 但在打風後失蹤的貓貓紙紙紙外表是一樣的 再加上他們發現Kenny之前說自己是去捉貓的 即是有可能隻貓不是自願跟牠走的 於是網民就向Kenny查問有沒有見過紙紙,是不是偷貓等等 但就被Kenny說沒見過,之後就刪除了查問的留言 更加將查問的人踢出群組 其後有其他網友再向Kenny私訊查問 更加勸他將貓貓還給北帝廟 但Kenny就多次否認,強調隻貓是流浪貓 更加故意貼出和原本在群裡面貼的相片不同 屬於另一個品種的貓相片去解釋 之後他又向自己的粉絲解釋,說自己是舊貓,並沒有做錯 他又質疑若果一眾網民真心為隻貓好 怎會被隻貓在打風的時候留在身外呢? 即使他這樣解釋,甚至偷換了張相片 但網民都不收貨,相繼報警說他偷貓 加上之前落落的主人已經報警扣助 故此在9月11日,警方就前往紅磡村一個單位 救回落落,並且以涉嫌道士拘捕一名25歲的陳姓男子 雖然沒有公布全名,但由住址、歲數、衣著等等 傳媒都相信是Kenny 之後Kenny的支持者分分為他辯解 沿用Kenny的說法 說只是舊貓,不以為是流浪的 Kenny也是苦心的 不過問題就來了,若果只是舊而不是偷 那麼為什麼有人指出那隻是落落 是其他人的貓的時候 Kenny會不還呢? 甚至說謊和用假相去回應呢? 當有人指出那隻是落落 是其他人的貓的時候 Kenny知道了之後又不肯還回那隻貓 相信就不是誤會那麼簡單 除了Kenny的支持者辯解之外 關於落落有沒有受傷 就發生了羅生門事件 在9月11日 有人就在網上說落落的指甲不見了 而且變得很害怕人 也有傳媒報導了相關的說法 只是去到昨天稍後的時間 有其他傳媒就說經過確認之後 落落的指甲還在 而且並不害怕人 那麼實際情況是怎樣? 相信有待再跟進 而這件事暫時的發展就是這樣 鬼異就不會評論法庭應該怎麼判 只是會等再有消息的時候再講解 跟著呢 我們來講一下流馬車的風化事件 如果大家還記得的話 流馬車在動漫節的時候 就因為攻擊白卡聯盟的CMI而被捕 當時鬼異回答某些觀眾的時候就說了 說流馬車有可能保釋出來之後再犯罪 因為她試過同期執行的好處 會覺得在那段時間再犯罪 可以減低她的犯罪成本 這件事就在9月11日的時候開心 和不其然 庭上就透露了流馬車在動漫節事件之後的日 連續在幾個地方衰風化 例如7月31日晚上 流馬車就在元朗美林自尊小廚外面 蹲在18歲的女士主X身邊 抓住X的左腳 再問她索取社交媒體的帳號 嚇到X馬上大驚離開 誰知道幾分鐘之後她又再出現 又再抓住X的右腳 然後就交腳了 又例如8月1日 流馬車就在屯門VCity成品書店裡面 和沙田新城市廣場裡面 分別用手數14歲的Y 和17歲的C的腳 並索取對方的社交媒體帳號 另外庭上也揭露了 原來在今年1月19日 她被騙到屯門法院應訊的時候 在機樓室等待的時候 就攻擊男子陳子健 原因是對方要求她唱歌 而流馬車就要求對方跳舞 兩個人就這樣吵起來 然後就開拖了 對於所有的控罪 流馬車又是顧忌從事 全部承認 然後求情 說希望有信仰支持之後 日後會謹然信行 法官就把這件事押後到25號的時候判刑 對於流馬車這個人 偉兒只可以再次勸大家 認住她的蜜頭和身形 女性特別是住在元朗天水圍等等 在街頭遇到這個人要避開她 因為她非常之危險 單計發生在香港的 現在她已經有7項刑事犯罪紀錄 而這個數字是未計上那幾單 另外她在大陸也衰過兩種更加嚴重的Case 包括違反對方意願下 診了一個罪到不省人事的女士 和搞小孩 想知更多這傢伙多年以來的犯罪經歷 可以參考詭異之前的雜數 偉兒看出她一路以來犯過的各種罪行 自己可以說 這傢伙沒得救的了 不要妄想她會改 也不要在她將來出來的時候 再幫她洗白 哪怕她說得更漂亮的說話 因為她每次都是把口 不信的可以看她出來的時候拍的片 在片中她也是這樣說的 說怎樣有悔意怎樣對不起事主 結果又是繼續再犯 而且還是很有計劃感 明顯計好數爭取同期執行 減低成本敢去犯 所以希望某些頻道 不要再幫這些白卡衰人洗白了 今集說到這裏 歡迎大家留言分享讚好 也歡迎大家加入會員 或者superdance 另外也希望大家追蹤Facebook 和Instagram 就可以在出片的時候收到通知了 而Instagram更加會時不時有 足夠相和足夠展覽分享 拜拜